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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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由江湖卫视和青海昆上场 现场展播的大厅 这么多格斗节目 昆仑爵的比赛现场 现在进行的是70公斤级 自由波及的比赛 是由红防选手荷兰的木赛 对南方选手泰国的西枝猜 比赛要已经开始 我是现场解说 成后成沛 我是蔡之谐 那为了突入 我们第一次观看昆仑爵 或是第一次收看这个格斗比赛的一个观众朋友 我们在今天的赛事里面 会重新的把所有的格斗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专有名词 重新提出来做介绍 让大家深入浅出 重新了解这样的运动 甚至更加喜爱投入这样运动 这里进行的是自由波及的比赛 自由波及的规则是 可以用拳可以用腿也可以用膝 但是不能用走 然后这两位都是拳王级的人物 一位是泰国的拳王 一位是在欧洲这边一个拳王 像这个慕斯拉 他是一个荷兰籍的选手 荷兰里面有一个种族叫做苏利南 非常的厉害 他的这个民族只有50万人 但是产生非常多的一个格斗王者 那这个慕斯拉 他是在2012年拿下K1的总冠军 不过因为K1过去有些问题 他竟然没有被邀请去打这个任务战 就是直接来打我们的昆仑爵了 是我们观众的福气 波拉恩也被称为叫波及王国 是 而且国家只有大概1600多万人 但是产生了非常多的国大的格斗家 待会我们看到今天有三分之一的选手 都是从荷兰来的 好 现在两方进入残暴 在权斗过程中我们叫做内围战 然后在自由部队里面 他们会限制裁判会限制 你不能抱对方的索得太紧 以免影响到对方的一个行动 双方第一次遭遇 所以第一局打得相对来说比较谨慎 对 那这个娃娃脸的西里塞 他是一个左架的选手 什么叫左架的选手呢 就是他是左撇子 那左撇子的选手呢 他是会这个右手拿在前面 可以看到他现在是这个娃娃脸 右手在前面 左手在后面 为什么要左手在后面呢 因为左拳行进到对方的距离是最长的 所以才能够最快的发挥 他的一个拳击的力度 那在这个 慕斯尔这边啊 他的身高大概约有185左右 在70公斤级里面 他的身高几乎是最高的 臂展的 大概手臂也是最长的 所以他经常用西来进攻 是 那这个西里塞啊 他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 他比较少做防守 进攻型的选手就是他就以前推进 你看 全完就接一个这个西状 然后再来是一个抱住 抱住之够 裁判就会把他打开 走 然后第一回合已经结束 双方回到他的角落 戴蓝色手套的就是蓝方 蓝方就是要回到他蓝色的一个角落 在红方戴红色手套就回到红色的角处里面 在休息的时候 双方的教练就是 帮他们做这个按摩啊 我们现在看的是 伴侣做了回放 然后第一局总的来说打的相对平淡一些 这个第二局会进入状态 然后还没有进入状态啊 那个慕色刚刚有点怕拳 这个刚刚是一个摆拳打到的一个太阳雀这边 好 现在双方你看都是飞溪的一个进攻 你来我往 好 第二局比赛已经开始了 好 该看到啊 这自由搏击是可以用吸的啊 所以双方呢就是采用飞溪 飞溪就企图啊 就是用吸啊 撞到这个对方的一个头部 我觉得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招式啊 呃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这里是由江苏卫视和工厂才美 联合打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 柯仁杰 南京战的比赛现场 现在是第一局第一场比赛的第二局比赛 七十公斤自由国际比赛 我是现场解说 我是蔡志贤 好 现在进到了这个内围残暴的时候 然后台盘就会把双方拉开 好 这是泰国的吸法 喷喷喷吸法 那这内围技术的部分啦 其实内围技术部分 呃 在泰国选手里面 这个西迪猜浮寸是非常的好 他到这个抱住之后 他几乎就不会做动作了 那如果相较于其他泰国选手的话 一抱住他会做很多动作 现在是有点状况 可能是这个 互当或什么掉了 如果这个情况再发生 有可能啊 会被扣分 我先看一下 应该是互当出什么 对 互当歪了 这个在简陆的时候 就应该发现了 我们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扣分 那过去啊 有些选手是故意把牙套吐出来啊 要这个延误 要做争取一些喘气的时间 那所以呢 有时候体力不好的时候 把牙套吐出来 故意把牙套吐出来 那就会被我们扣分了 昆仑觉得比较严格 扣分之外 还会扣这个出场费 对 昆仑街的整个的赛制规则 都是希望能够比赛更加激烈 更加紧凑 是的 特别适合电视观 这个 可能是有限断料吧 这种互当 其实我平常也不太喜欢用 因为绑起来很麻烦 泰国选手 他们比较喜欢用这样的互当 那造成了一个有点 就是冷场的状况 实在是非常的遗憾 也跟各位观众说个抱歉 这个是比较少发生的情形 对 但是竞技运动 有时候你很难避免临时出现了什么事故 是 那这个职业的格斗选手 出现这样的状况 其实是不太应该的 那被晾在一边的这个莫瑟尔 赶快动动身体 免得这个整个感觉又冷掉了 待会重新开始又比较不适应 那当然我们再踩一下了这个西里塞 他们的团队也非常紧张 赶快起手发脚了 要把这个裤章赶快穿起来 今天是 昆仑蝶在江苏惠特第一场比赛 这是诸森归位的比赛 比赛赛制是非常刺激和残酷的 对 去年的话呢 有诸森之战 只有16位世界最强的选手 打70公斤级的王者 但这次的比赛赛制是用淘太太开始的 就是无论你是不是世界冠军 你是怎样的拳王 都得从淘太太开始的 这是A组的比赛 终于穿好了 比赛开始 比赛就开始 你看啦 吃比赛就往前冲 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扫踢 就是用这个 他们的脚的颈骨的部分 跟伞打不一样 他们从颈骨来踢 踢起来会更痛 因为跟放球更好 然后没有什么两样 然后到了晋升 双方做一个西装 然后这个西装的应对 他们就是用手臂的这个骨头去打 他们没有做接腿摔 南方的泰国选手法的好像挺主动的 是 他是主动行动的 但是他推到内围就没有错围了 那这个MUSA他是一个 那个K1MAS的冠军 他打败过非常多的名将 像是日本的陈护康裕 还有这个很著名的一个希腊的小光头 都被他打昏过 那另外二组的战斗民族 有一位名将 大家可能在电视上可能也有看过 实际秀的砸发疤 也是在第一回合 就被他一个非西加护士战斗 拿给解决掉 所以这个黑人这个MUSA 是相当厉害的一个选手 但这个西装也赢过八拆 泰国拳挥八拆 应该说也有粉拆的实力 对 对 对 这个西装 这一点太过系法 对对对 带我们慢动作来看一下 他是撞到了哪里呢 这个按规则的话 在困难局会被扣掉两分 是 那我们在困难局你要倒地之后 才会强奏 对 如果你摇摇后晃了 一定不会比 好 撑不住了 有可能坚持不过这一局 是是是 这个护士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吐的 护士掉了代表他咬不住了 他的下巴的力量也没了 呼吸也不算了 选手要抓紧时间 没想到啊 这个窝窝脸选手 他平常是没有KO的一个表现 这一次有可能啊 会把这个大魔头给KO掉了 但是凌晨挽救了 对对对 再看下一回合 这一次啊 也大出了大家的意料之外啊 一般在这个爆发力 KO率比较高的 对黑人角色Muster 竟然 反而被 很少KO KO掉对方的一个 气体猜 OK 看你 看你KO掉了啊 那我们所谓的KO就是击倒 击倒就爬不起来 然后就算KO了 他目前是击倒一次 但是裁判读完秒之后 他第一个恢复正常 继续投入战斗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 这个Muster他的柔软度也不错啊 一个踢极就可以 好 刚刚看原来是一个中文的一个扫踢 从内骨这边扫进去 可以看出泰国的这个扫腿是非常重的 就被棒球棍打中了 好通啊 好 这个Muster已经 区区下方了 他的威力已经不见了 完全被王阿里压着打 好 好 好 这个Muster已经 区区下方了 他的威力已经不见了 完全被王阿里压着打 嗯 那是一个CT差啊 进来一个 Muster就直接跳到地上了 好 又一样 这个肋骨这边啊 他已经有伤了 完全蹭不住 所以这个CT差啊 一直用他的一个后腿啊 在对这个Muster的肋骨做扫踢 现在他攻击同一个部位 是 那个部位也是肝脏的所在啊 撑不住了啊 刚刚又有一个重拳塞进去 好像爬不太起来了 哎 中了中了中了 刚才出拳的一个时候啊 这个CT差抓得很准 一个 后脚的一个扫踢就扫到啊 你看都在攻击同一个部位 攻击他的一个身体的右侧 所以CT差是个非常有经验的这个选手 是 他已经找到对方的弱点 好 那那个 我们Muster啊 就拼命把这个身体弯下来 用他的两只手臂啊 去保护他的肋骨 那这样会影响他的进攻 对 他没办法进攻了 他现在只是在防守 对 被打得 哎呀 有点就是招架不住了 一直在保护他的肋骨吧 一般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换架来做进攻 就是左撇子变成右撇子 右撇子变成左撇子 换一个方 换一个方向 换一个方向就给对方踢 那这个如果不能够双架的选手 有时候会不习惯 所以Muster他 显然看起来 他没有左右开攻的一个能力 所以他必须 用他的一个肋骨啊 一直让这个 娃娃脸啊 势力塞在踢 这个西里赛聪明哦 他一直踢他的一个中的肋骨啊 然后突然来个对高边腿 骗了他哦 有踢中 呃 摩塞实际可以打一点这个前手次拳 控制一下距离吧 因为他身高比身高必长 其实Muster 他状况一直是很好 可是他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连这个 他的一个火爆的一个表现都没有了 他以前的火爆 连在发布会上也都用火爆 比如说只有在内戴上火爆 今天火技全销了 可能应该是用这个西应该作为开路进攻的 但是真的打得很少 啊 对 所以可能有点不一定奇怪 啊 强突强突 哎 既然自己啊把这个羊套拿下来了 他是弃绝了吗 可能会可能会放弃比赛 对对 你是k1的王者耶 对对对对 他认为70公斤级里面没有几个打得过他 也有今天 但是台湾的王者倒在了昆仑爵的领态下 倒在了昆仑爵上面了 昆仑爵的选手之弹太强了 对 啊 那个Muster很不高兴啊 现场人员要帮他做按摩 他不太不太理型啊 对但是比赛很残酷 对 你不要保护 对昆仑爵已经倒下了很多王者了 对 很正常 我们再看一下慢动作回报 一个高边腿就上去了 你看踢进去太阳穴 有挡到 但是呢 这个角度很刁端啊 从太阳穴进去 完全撑不住 这边就是要对 对着他的一个肋骨吧 做一个冲撞 所以说这个昆仑爵是现在 这个最强的波提停台 好 对 对 对 祝贺西西叉可以惊奇 这样的话 你个娃娃脸杀手 就有资格去争取世界的事